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今節我們會講《詩篇》119篇 在通用希臘語《七十士》譯本裏面 被列為第118篇 為何說它呢? 就是因為《希伯來聖經》 《詩篇》裏面是最長的一篇 也是整本《基督教聖經》裏面最長的一章 在《希伯來語》原文裏面 開頭一句就是這樣的 行為完全遵行上主或者神律法的者人 變為有福 這就是喜愛並且遵行神聖律法的人的祈禱 這首詩的每一節都是使用一個律法的同意字 而這首詩總共有176節分為22段 每段包括有8節分別以22個希伯來字母開始 而在第一段每一節都是以第一個希伯來字母的這個字來開頭 依次類推 我們之後會逐步逐步跟大家講這個詩篇第119篇 而講這個詩篇第119篇之前 我們就了解一下究竟這個詩篇在這個部分裡面 它是屬於怎樣的部分 好了我們一起看 我們在網上也找到的資料 這個來自生命學靈良堂的主學 這個題目就是自衛師與律法師的 首先我們先看智慧師 智慧的教導 包括了有針言這樣的智慧 就是將真理濃縮為一句精念的話 例如針言書稱為低等智慧 這是生活成年行事為人教關的智慧 也稱之為實際智慧 第二種就是反省的智慧 就是教導真實人生所遭遇到的問題 探討人的存在、生命的意義和受苦 但是沒有提出具體的答案 就好像傳道書和約白記 這些就稱之為高等智慧 教導我們如何以敬畏耶和華的心 來過有意義的生活 也知道如何在苦難中學習倚靠主 智慧師篇的特徵 第一,智慧的針言 包括在第37篇一至二節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也不要向那些行不義的伸出疾道 因為他們如草快備各下 又如清菜快搖枯乾 第二,就是智慧的告誡和憤悔 其中採用了大自然的素材 就好像詩篇第32篇第9節 你不可以像那些無知的雷馬 必用雀環纏著它 前頭拉著它 否則就不能順復它 第三,智慧老師稱學生為兒子和孩子 第四,有名譽 詩篇128篇三節 你妻子在你的內室 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 你而女圍繞你的爵子 好像橄欖災子 也說一下智慧詩篇的主題 包括了有惡人、異人的對比 經威耶和華也有以下十個的教導 我們一齊來看詩篇第一篇 就是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暫罪人的暴露 不助蝕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就夜思想,者雲便為有福 它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業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惡人就不是這樣了 就好像康披被風吹散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 惡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異人的會中也是這樣 因為耶和華知道異人的道路 而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所以在詩篇第一篇 這裡有兩個比喻 比喻兩種人 第一就是有異人 第二就是有惡人 也說到一棵樹的三種特點 包括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業子也不枯干 除了有剛才的智慧師 這種種類之外 也有律法師 Torah就是律法 包括了禮儀律法和倫理規範 那就是異人應當遵守的律法 律法就是神在西乃山頒布給以色列人的律法 來管理以色列人生活上所有的細節和層面 律法的形式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就是神的道路 第二就是神的作為 第三就是神的話語 律法的敬虔是詩編的屬靈根源 律法是詩編當中 涵他一切信仰的原則 也是希伯來人敬虔的崗要 律法詩編中常用的十個詞彙 其中我們看到有 律例 訓詩 言語 若 和 言語 都有這個 就是指實 口中的一些言語 講一下 詩編119篇的詮釋 詩編119篇 有不同類型的詩 包括個人愛歌 讚你詩 智慧詩 和警勢格言 詩編119篇 可能是在秘魯之後的後期所寫的 也可能是詩編最後寫成的 當時的政治文化處境是非常艱難 所以他們學習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遵守神的律法 而律法也成為他們生活的動力 藉著持守律法等同於尋求神 持守律法也等於遵行真理 真理就是行為的根基 遵行律法不是重擔 而是詩 也會說眼中學為喜樂的事 這詩在人生命當中的樂意 遵行的旨意 也有看到領受詩編119篇 對神話語的態度和行動 也看到有神話語的六個功效 也有詩人對神的十個祈禱 好 我們之後也會逐個再講詩編119篇 另外也有歷史詩 詩編裡的歷史記載的順序和舊約的律法書相同 主要是記載出埃及西乃山、在曠野漂流和征服加南 主要是強調出埃及的事 歷史詩編不是歷史記載 而是詩人對歷史的回顧和創作 詩人特別描述到 將神當成歷史事件的揮斥者和執行者 將神和人的互動放在歷史的背景當中 詩人也將大自然而人化 以展示神的偉大和人的信服 好了 我們這一部分就先講自衛師和律法師 先講到這裡 之後我們會逐段逐段逐段為大家去講解詩編119篇的內容 好 先講到這裡